我們現在呢 剛剛老師有拿到這個板子對不對 如果你這一種的比較單純 就是這樣子 您可以看到像我在這邊 我有兩個應該你們拿到的是 這裡應該會有一個凹洞的版本 就是 在這邊抱歉 在這裡有一個凹洞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就是這樣子先下去 因為這裡我沒有把它開到上面來 只有這個有開到上面來 所以你要短邊的先進去 然後這樣就可以放進去 那開發板當然就直接放進去就好 這是這個版本的 那麼如果你是這個版本的 這個版本的 就要麻煩你先把開發板 像這樣子 先擺進去 然後呢一樣的 我用另外一個顏色你看得比較清楚 一樣我在這邊有一個長邊這邊 我是沒有打到上面來 短邊這邊有 所以呢 你必須要先把開發板先擺進來 因為有兩個共邊 所以這樣比較小一點 那這個呢 要這一邊先進去 有沒有這邊有凸出來的 先進去 先進去 那你把開發板往右邊 退一點點 這樣放下去就剛剛好 那它的好處是這樣 你翻過來的時候不會掉下來 這兩個都一樣 有沒有 翻過來是不會掉下來 這樣子其實大家在做的時候 或者是說您在做作品的時候 就是那個會比較堅固一點點 當然其實我們的那個 麵包寶後面是有這個 雙麵膠啦 可是我通常是都不用 因為這樣的話 你用完了 要拿下來比較麻煩 所以用這樣子會比較方便 那老師用哪一個版本都沒關係 那老師用哪一個版本都沒關係 這個地方您可以先馬上組裝起來